请在今天下午一时 让我们一起彰升呼求神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地去罢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及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雅各书二章十五至十六节 天父 你曾经教导我们讨告话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感谢主 过去我们确曾经经历你风口的次雨 今天的香港 以至于世界很多的地方 正面对急速经济的衰退 失业无助的人越来越多 教会不少的家庭 同样面对这个的困境 天父 求你开我们的心 不要让怜悯人的心被堵塞 让教会 让我们个人 都能够时刻 体察身边的肢体 轮舍的需要 带给他们实质的支援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